回來了 你知道我經常被天恩歌監製罵 一說過了時間都不知道 又說喉嚨痛 喉嚨痛 又不要說那麽多 大班都叫喉嚨痛說 那麽多被蠟王說 你忍不住要說那麽多 你說 你說 我說 你嚇到我不敢說 不過不敢說 都要說 其實我們先說了少少博士在英國的事情 但聊聊 似乎有一件事 我告訴你 連博士都不想說那些心理學 就想說一下我們不同的邦會裏面的比較 如果以我們青邦 洪門 就是我們上面是上海那班老友 但由我們49年以後 我們來到香港 我們慢慢轉變 開始有朝鎮廣東的邦會 我回答你 在上海是青邦 洪邦沒有什麼大地位 青邦其實是船運 曹邦三點水屬曹達華的蟲 在上海的大哥一定是青邦 沒有什麼洪門的 洪門其實就是廣東的大多 上海是青邦 就是好像我們杜如生 他都是青邦 但他不是大自輩 其實他是青邦 以論輩份他不高 因為黃金榮 在這個時候他是年輕 他拜歌是拜他的 不是拜 他就在那個碼頭那裡批水過 他為什麼批水過賺到錢呢 他的手絕技 單手批你出聲 知道嗎 我批就行 你給沈西成批就不見了一半 連皮帶到他批 他只是批皮 而且不斷 所以他有一手絕技 後來他介紹到黃金榮那裡打工 就跟了黃金榮的大太 幫他批禮 不是 貴身姐姐 什麼這傢伙呢 就好像你那樣 拆鞋子 又是幫姐姐批禮 好會哄那傢伙 我們是尊重 於是他一路路起 他雖然是上海人 他有些潮州的膽正命 你不敢做他 他有膽去做貴身姐姐 看起他一路扶他上來 到最後 就跟黃金榮平起平坐 所以說 在當年 先有黃金榮 都沒有杜如生 知道嗎 後來當然杜如生的名字大 你問到我 上海的社團 和香港的社團有什麼分別 上海社團和西中 不是 上海社團 我沒有經歷過 因為我是弟弟 我都很年輕 我都四十歲 他那邊 聽我父親 還有一些小叔伯 有些小叔伯都是青幫 落難來到香港 說 最重要的是 排場是很驚人 我們香港社團的大哥 亡塵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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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杜先生 不是叫名字 杜先生 不是杜大哥 沒有人要 杜先生 光臨到我們八萊門 很開心 樹伯拉打打打落你身上 你就是杜如生 杜先生 其實是普拳 坐下 我後父在 他聽說 他跟著 鋼筆的馬老大 認識杜如生 沒什麼特別 為何說到杜如生這麼威風 他的長衣 兩隻耳是兜風 兩隻耳是這樣的 整個 馮小剛 馮小剛 導演是最像 他 又不是特別 說得他這樣 半個鐘頭後 包場 他說 今天杜先生 我們很開心 杜先生 因為有些事 他先走了 他說 希望你們 繼續玩 不好意思 他不能夠陪你們 下面那句好話 包場 全部他買單 樓上樓說他買單 真的不止一回合走 整晚他走都是他 不是一回合走 上下的人全部 給了錢 你們開心 他還要這樣 對不起 月生 杜榮 他叫杜榮 最後 阿榮 不陪你們 不好意思 還要 我舉手問 這是一次事件 還是每次都是這樣 他見到一次 還有號舉 我老爸嚇死了 你知不知 八樓 不是只樓 樓上樓 三層樓 全包裝 請上 還請到尾 我們去麥當勞包廳 請人手下保包也厲害 他還說我不好意思 不能陪你們玩 聰明到這樣 你下次也試一下 你包我們的薯條 有個大坑 來到上海做生意 陳博士 在學生 學生 學老的來上海 陳博士 你這裡打天牙 一定要拜會一下杜先生 你這個陳博士 是熟讀詩書的 神經 跟黑社會打交道 神經 我英國回來 什麼跟他打交道 但那個老大也是黑社會 不是 是幫會社團人士 不是 做生意 做生意 正學生意 你要去拜會一下杜先生 這個陳博士神經 我去英國 我去牛禎大學 不是牛春 是牛禎大學 我什麼拜後你 我做生意 和你黑社會 我七月份 他們分得很清楚 很多地方 我又不是研究法學學 不用見你 很多東西不順利 人家說你要找藝士 杜先生不行 硬著頭皮 去拜會杜先生 想到你 第二個卡片 陳博士 喝茶 坐在客廳 不用一會兒 樓上有人走下來 一邊走一邊 扣著長衫 扣樓 就是導師 陳博士 我就知道你的名字 英國 我來拜後你 你今天來拜後我 我真的不好意思 他敢說 陳博士這些事 我已經知道了 放心 沒事的 已經知道你 你要找我幹什麼 紀錄科學 跟你聊聊天 不提 那你就很納悶 是嗎 回到去 沒事了 碰了 就是這麼厲害 很謙虛 有人 有個銀行佬 那個銀行快要擠 快要不碰 怎麼辦 整個上海 只有杜先生 我硬著頭臂去找他 去到杜月生 跟你打牌 道士 你坐一會兒 隨隨經理 你坐一會兒 喝杯茶 你肚子餓 吃東西 一會兒 我打完這波 打完你 你幫我一件事 你去打 我有時要出去出去 很小的 一兩元 你打 我一起打 那個人贏得開 回來 找數 不打 這麼大 我不知道 我不敢坐下去 故意輸給你 借給你 厲害嗎 不是借給你 贏 但他為何要這樣 討好這班人 他沒有這個需要 他開銀行 我幫他 看遠 香港的社團 大陸邊 熄烈燒的事 我知道你將來 做大律師 我幫你 明天我找你 你推不推到我 推的 如果你給我夠錢 不要緊 他一定給你夠錢 厲害到這樣 這個人 這個真是氣道 就是領袖風範 現在我們用管理學 所以他一統天下 香港呢 那些大哥我記得多 最多你吃飯 他和你買單 不會買整台 整層 是三層的 剛才那個說法 是三層 沒有這麼氣派 近榜呢 近榜 有一個 不過那一身 馬先生 馬老爺 東方 馬先生 有這些氣道 我都很神奇 我在這裡吃東西 興隆流 他又買買單 他有 他近了 和他對那些文人很禮言下視 做到了 這個近榜 我又出生出得遲了 不是 我說真的 我看他長年八歲 回來香港做報紙 給他回來做報紙 他還在這裡真的好 我們那些文人就有福了 他用得你寫稿 你都不會窮 不用排隊去 津貼一下 最好馬老爺 三蘇 你知道嗎 三蘇先生 他說真的是一流老闆 我看他長年八歲 不過後來 因為他病 換了神之後 身體 過了一生 去年 這個人 如果讓他回來做報紙 我們的報紙真是很好世界 大方 對人好 有氣度 很重要 以前做什麼 但他洗手不幹 是對你們好好的 個個都有過去 但他真的很尊重文人 很尊重朋友 你求他 他幫你 沒有了 沒有這些人 但如果由你這個說法 再回到陳博士 我覺得有個位置很有趣 就是我們十幾年前 陳博士肯幫我 他肯肯幫你 有誰不肯幫你 你說抱歉 我說謝謝 我錯了 我們有抱歉 還有抱歉之餘 我們又說一部戲 沒有奸道 其實沒有奸道 第一集 每個人都不只看臥底 是看一個很漂亮的 心理醫生 嚴格來說 一個叫臨床心理學家 Clinical Psychology 然後人們永遠把事情 搞到七八糟 開不開藥 當然那裡有些少許不同 我知道Dr.Chan 你自己也有跟別人做輔導的事情 我記得我第一次問你 那時候 你說你做的那種輔導 其實跟臨床心理學 那個狀況都很相似 不如我聽聽你說 如果有一個好像沈大哥 這些不是黑社會的人 然後他又想改邪規矩 不要那麼多話說 其實我們應該怎樣處理 他們這些習慣呢 如果你有這麼多話說的 你們叫patient 還是client 叫傻仔 我們這些通常 不要說沈大哥 其實你說坊間 其實都有很多類似這一類的個案 而這些個案 一般來說 我們稱之為歷奇人 歷奇人 歷奇人 他都夠歷奇的了 歷奇 顧名師就是經歷 和一些發現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在心理學或精神科上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很多人都貴疾技術 經常都說 你是不是有情緒病 或者你是不是有 為什麼你這麼多話說 其實多話說 可能是一種情緒病 一種頭寫 因為他緊張 他好想把自己的東西 都被你抓出來 但其實 可能裡面說的話 是完全沒有point 或者可能沒有中止 他想說些什麼 你捉不到的 那又不是他有中止 他有朋友 幸好他有中止 所以他應該不是一個 有問題的一位先生 所以恭喜他 至於有些朋友仔 如果你說在我們過往的個案 裡面去看 有些人可能在工作 家庭 過患情緒 我們俗稱為雙風感冒 雙風感冒大家都清楚 到時到後就會來敗喉你 流鼻水 打黑癡 喉嚨通 其實情緒 我們稱之有一個角度 有雙風感冒的情況 雙風感冒 突然間他會來找你 只不過有些人可能強壯 他可以自己治癒 或者可以自己修復這個問題 但當有些雙風感冒 好像現在市面 你知道菌很厲害 又有什麼干液碼 又有什麼大腸幹菌 又有什麼菌 很多都不知道 突然間有什麼併發症 古靈精怪 因為可能感冒 就會帶出很多不同的病症 其實原來情緒的學問 其實原來都有這種情況 如果你不理他 或者你不治愈他 或者那個人可能抵抗力差的時候 原來他自己都會把這個病症 變得很嚴重 甚至可能變成都市的嚴重情緒病 那會變成怎樣嚴重呢 不就好像李南韓 就是聘請你吃漢堡包 就是薯條 其實你說他們嚴重的情況 他真的要看電話 他真的要看精神科醫生 真的要吃藥 真的要吃藥 但是你說我們去接觸那層的層面上 我們希望他們不要這麼快去接觸吃藥 如果可以治療它的話 就等於我們傷風感冒 就算可能坊間都覺得 傷風感冒很小事 一會兒吐吐吐吐吐吐就好 但如果吐吐不好的時候 你說有些懶的人 或者省錢的人 他會做什麼 吃成藥 吃成藥 不是醫生 吃成藥 糟了 在嘲笑中 你說吃成藥的 有些可以的 吃完之後不要 都可以治療 喉嚨會特別乾淨 因為它的副作用 有些藥物 你說有些比較矜貴 他比較注重健康 就看看醫生 你想想如果情緒病的狀態 如果他真的去到傷風感冒的時候 那沒有藥食 那怎麼辦 也沒有特別有個醫生 可以看我今天好像有些情緒病 做輔導 所以就要找人聊天 我想問陳博士一個問題 發生在自己身上的 好 我有種情緒病 我現在每天都要吃一粒藥 我想問你 當你的情緒病有問題的時候 是否會覺得 看到別人哪裏不舒服 自己都覺得好像不舒服 緊張 會導致那裏痛那裏痛 這些是一種情緒的反射 會的 稱之為情緒反射 有些可能覺得 我今天一個人情緒緊張的時候 眼是特別會 經常都會周身骨痛 胃痛 胃痛 胸又痛 總之周身都痛 但其實平時可能沒事 或是不覺得 如果像陳博士跟你聊聊天 我又不覺得痛 開心 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心裡很痛 一痛痛 好像這裏痛 背脊痛 這樣 是否情緒 這個都是跟情緒有關的 都不可以排除 我有這些病 但不要借我們那個 不看西醫 不是 我現在每一天都要吃一粒 那些不知什麽 藥的 醫院給我的 有一陣子 他說我患了一種情緒病 即是很多年前 是否抑鬱 叫做Panic and Disorder 他即是說 我見到坐的士 我見到的人 我擦頭擦腦 有人在我後面 以為有人跟蹤我 後來我見到人有什麽病 好像自己有那種病 例如頭痛 頭痛 心痛 後來醫治好了 他說 但是最近可能我做事多 緊張 我覺得心口痛 一會兒是背脊痛 一會兒是胃痛 有個李先生叫立王 叫我去醫院 是否心有事 但是這兩天 那些事做好了一點 心平靜了下來 我不覺得有心口痛 偶然胃痛痛不痛 有時候背脊痛不痛 他就想到了 我自己跟自己解釋 會不會是情緒影響我 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聽你剛才這樣說 這大部份都是情緒的一些 我們叫做波動 或者情緒的刺激 影射到出來的 很敏感 我從小到大都 是這樣的 有一種神經上很敏感 沒有辦法解脫 對人敏感 對事物敏感 所有東西都敏感 例如我現在很喜歡坐在觀察 任何一個人 穿什麼衣服 怎樣說話 整天都有這些 還有很怪有一種第六感 突然想到一件事 真的發生 最簡單 我想說 這個超乎了情緒 例如我很多時候 猜一件事 它真的出現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例如 這是先知 其實我也有法 我也有這種 我去買馬 我突然想到這隻 真的可以 還有 例如 最後它穿我實踪 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我的朋友就知道 這是你的直覺 對 直覺很敏銳 很準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不是情緒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第八習慣 我第八習慣也有 情緒病也有 所以那天 立刻要我去醫院 照什麼心電筒 我想看好些 現在很厲害 因為我試過去醫院 公立醫院 坐十個小時都未來 不是 那些小事 那些醫生趕我走 他說你什麼事都沒有 整天心口痛 我才知道我不敢去 我怕醫生罵我 有紀錄 我去了四次 每次心電筒 不知道多正常 快點走 去看普通醫生 我就知道可能情緒緊張 情緒緊張 所以我怕被人罵 現在又不痛了 那你去就又罵 那沒辦法 我都不想的 我支配不了我的情緒 其實我覺得 首先在情緒裡 你懷疑自己 是否有情緒相亡感冒 好了 我們有時間了 待會回來 說明 教育 聯繫 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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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